川普目前在全国平均支持率中反超,领先0.1%,有望赢得普选票 这是自2004年以来共和党首次有可能赢得普选票 对于哈里斯的竞选来说,这无疑是个大灾难 如果他不能在普选中至少领先3个百分点,他几乎不可能赢得大选 而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哈里斯从未在全国范围内领先过3个百分点 虽然自他宣布参选以来基本一直领先 但现在距离大选只剩9天,川普再次反超 如果我们把哈里斯的现状与他的目标相比,可以看到巨大的差距 现在的数据显示,哈里斯处于2加0到2加1的范围内 而根据Nate Silver的预测,川普有98.3%的可能性赢得选举人团 需要提醒的是,这些民调一直高估了民主党的支持率 比如2016年,希拉里领先5.4个百分点,但最终只赢了2个百分点的普选票 2020年,拜登领先7.8个百分点,但最终只领先了4个百分点 因此,如果我们把哈里斯的现状与拜登4年前的情况对比 当时拜登的支持率在D加4到D加5之间,并且他有95%的机会赢得选举人团票 哈里斯至少要达到D加2到D加3的水平,而目前他的支持率明显不足 这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来说是一个极其不利的局面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更新2024年选举人团地图预测,并展示川普的最佳选情 我们先从全美最重要的中西部地区开始,从左边的明尼苏达州讲起 这里是州长Tim Moss的家乡,哈里斯绝对不能输 如果明尼苏达的选情出现胶着,他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 虽然拜登在2020年表现不错,但现在哈里斯仅领先3到4个百分点 而明尼苏达竞争非常激烈 希拉里在2016年差点丢掉这个州,当时仅以两个百分点险胜 要知道,自1972年尼克松以来,共和党人就再也没有赢过这个州 因此,在川普的最佳情况下,他完全有可能拿下明尼苏达 看看2016年他当时距离胜利有多近 而那个时候希拉里的民调表现比哈里斯现在要好得多 接下来是威斯康星,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州 哈里斯必须拿下 他实际上需要赢得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西法尼亚 再加上明尼苏达才能有胜选的机会 而从目前来看,他的胜算已经急剧下降 从威斯康星的民调来看,川普目前已经领先0.2个百分点 但要记住,在2020年,民调显示拜登领先了8个百分点 最后他却仅以0.6%的微弱优势胜出 威斯康星本应是一个稳定的蓝色州,但拜登原本应该大幅领先 结果却是全国第三激烈的竞争州 现在川普在民调中领先,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他会赢得威斯康星 这个州将倾向于共和党 接下来是密歇根州,哈里斯在这里的情况同样糟糕 他在民调中落后川普0.2个百分点 就像威斯康星一样,过去两次选举中民调都高估了希拉里和拜登的支持率 川普现在在民调中领先,这无意表明他将在这个州胜出 密歇根是2020年七大摇摆州中最偏向自由的一个 当时拜登以2.8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 内华达是唯一另一个如今仍被视为战场的倾向州 拜登当时在内华达的优势为2.4个百分点 因此,如果密歇根导向川普,哈里斯的竞选基本就结束了 如果他连密歇根都拿不下,其他州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一样也将倾向于共和党 川普在这两个州的最佳情况下可以拿下2-5个百分点的优势 在继续之前,近70%的观众还没有订阅,所以请马上订阅我们频道 获取更多关于大选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讲宾夕法尼亚 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被称为蓝强州 因为从1992年到2012年,这三个州在每次总统选举中都支持民主党 直到2016年,川普才打破了这个局面 拜登在2020年勉强赢回了这三个州 但自1988年以来,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 从未在同一场选举中支持不同的候选人 我不认为这个模式会在9天后改变 川普将赢得宾夕法尼亚,他在民调中领先6% 事实上,我预测川普在宾夕法尼亚的表现会优于密歇根和威斯康星 因此在地图上,宾夕法尼亚也将倾向于共和党 接下来我们将完成中西部其他州的分析 印第安娜显然会是稳固的红州 而伊利诺伊虽然可能保持深蓝色 但在哈里斯的最糟情况下,他也有可能降为倾向蓝色 至于爱荷华和俄亥俄,这两个州可能是倾向红色 甚至在川普的最佳情况下会变成深红色 看看2016年的巨大变化 2012年奥巴马在爱荷华州以5.8个百分点的优势取胜 但仅4年后,共和党人在爱荷华州以9个百分点的优势胜出 这从2012年到2016年间是一个15个百分点的右倾转变 这两个州自难以后继续向右转移 爱荷华州州长Tim Reynolds和俄亥俄州州长Mike Dewan 在2022年的连任选举中都获得了超过20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 因此,我现在认为爱荷华和俄亥俄都是稳固的共和党州 因此,在中西部,川普将赢得8个州中的7个 我们将继续讲解东北部地区 传统上这里一直是深蓝色的堡垒 这些州在2020年都被拜登以至少15个百分点的优势拿下 但哈里斯在这里将面临挑战 这里只有几个州是稳固的蓝州 缅因的第一选区 佛蒙特、巴萨诸塞、巴里兰和哥伦比亚四区 只有三个州和两个选区 在这些其他州里,纽约将是倾向蓝色的 民主党在纽约的支持率目前处于30年来的最低点 从1992年的克林顿以来 每位民主党人都以稳固的优势赢得纽约 但哈里斯将是第一个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候选人 康涅迪格和罗德岛也是倾向蓝色的 不如他们北边的邻居那么自由 新泽西和特拉华也是类似的情况 拜登的家乡特拉华州在这次选举中将是倾向民主党 这对哈里斯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如果他不能以稳固优势赢得这五个州 那么很难想象他能拿下白宫 在新韩布什尔和缅因 选情将更加激烈 新韩布什尔将是威蓝州 是全国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之一 希拉里几乎失去了新韩布什尔 只以0.3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胜出 川普完全可以再次在这个州表现得如此接近 在缅因的第二选区 川普在最佳情况下将以稳固的优势胜出 而整个缅因州将是倾向蓝色的 我们接下来讨论南方地区的情况 川普将在南方全面占优 他几乎会以大幅优势赢得所有没有竞争的州 密苏里 阿肯瑟 路易斯安娜 密西西比 阿拉巴马 田纳西 肯塔基 西弗吉尼亚和南卡罗莱纳都将是安全的红州 然而弗吉尼亚会稍微更加竞争激烈 这是全国最接近的几个选战之一 虽然拜登在2020年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弗吉尼亚 但共和党自大以后在这个州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比如共和党人格伦·杨金在2021年当选州长 共和党还赢得了副州长和总检察长的职位 这表明共和党完全有可能在这次大选中赢得弗吉尼亚 目前民调显示 哈里斯的领先幅度不到5个百分点 他的选情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态 并且在误差范围之内 在川普的最佳情况下 他将翻转弗吉尼亚并赢得13张选举人票 接下来是北卡罗莱纳 这是川普必须赢下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是他争取到270张选举人票的基本路径 如果他无法赢下弗吉尼亚 米尼苏达或威斯康星 他可以不依赖这些州 他只需要赢下乔治亚 北卡罗莱纳和宾西法尼亚 这将是他最快速的重返白宫之路 在北卡罗莱纳 川普的民调表现相当不错 目前领先0.8% 虽然这个领先幅度看似不大 但要回顾2016年和2020年 民调一直显示希拉里和拜登领先 但最终川普在这两个选举中都赢下了这个州 这是他在过去两次选举中 唯一两次获胜的摇摆州 因此他这次显然会再次赢得北卡罗莱纳 而且这次他可能会领先多达5个百分点 北卡罗莱纳将是倾向共和党的 川普在乔治亚的表现也会非常强劲 这是拜登在上次大选中赢下的一个州 自1992年克林顿以来 民主党首次赢得了乔治亚 当时拜登在2020年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 是民主党最好的选择 若是其他人 尤其是伯尼桑德斯之类的 可能都会输给川普 如今川普在2024年对阵哈里斯也表现强势 不过在2020年 拜登之所以能够赢得乔治亚 是因为全球疫情和自2008年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 这两个因素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经济反而成为了川普的强项 因此在没有这些有利于民主党的因素影响下 川普无疑会赢得这次选举 并且肯定会赢回乔治亚 这是他在2016年以5个百分点优势赢得的州 现在民调显示他领先2.2% 而且考虑到民调通常低估他的支持率 他将能以5到7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乔治亚 乔治亚将是倾向共和党的 接着是佛罗里达 这场竞选虽然激烈 但共和党不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这个州 尽管有些人可能预期我会将佛罗里达归入安全红州类别 不过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表现不俗 看看Ran DeSantis和Marco Rubio的表现 DeSantis在州长连任选举中以19.4个百分点的优势胜出 而Rubio在参议员连任选举中赢得了16.4个百分点的优势 这些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强势表现 但总统选举将更加竞争激烈 川普在2020年以3.4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佛罗里达 而该州自纳以后又向右偏移了不少 这次川普可能会以双位数的优势拿下佛罗里达 虽然将其归类为安全红州还有些牵强 但他在地图上将是倾向红色 现在我们继续填满阳光带西部的选情 从德克萨斯开始 德州自1976年以来 共和党人从未在此失利 这是一个共和党的坚固据点 川普在2020年赢下了该州领先6个百分点 在2016年领先9个百分点 尽管川普在德州的表现 不如罗姆尼在2012年以15个百分点的优势那么出色 但在川普的最佳情况下 他完全有可能首次以明显优势击败哈里斯 当前民调显示川普在德州领先约10个百分点 而民调通常低估他的支持率 2020年的民调显示 川普在德州仅领先1个百分点 但最终他领先了6倍 如果民调显示他领先10个百分点 那么川普完全可以以15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德州 因此德州在这次选举中将成为一个稳固的红州 接下来是科罗拉多和新洛西哥 这两场选举会非常激烈 科罗拉多会是倾向蓝色的 哈里斯可能会以3-5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这个州 这与拜登在2020年已经14个百分点的优势相比 将是一个大幅度的下滑 而新洛西哥也将是一场竞争激烈的选战 我不认为川普有可能拿下这个州 毕竟拜登在上次选举中以11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他 说新洛西哥会导向川普不现实 但随着拉美一选民渐渐远离民主党 我确实看到他未来在2-3个选举州期内可能会变红 现在来说新墨西哥会是微蓝 但哈里斯仍有些许优势 在亚利桑那川普也有望取胜 这是七大摇摆州中的第6个 剩下的只有内华达 根据民调 川普在亚利桑那领先1.5个百分点 这里是他表现第二好的州 仅次于乔治亚 亚利桑那将重新回到川普的阵营 虽然川普在2020年以微弱差距失利 但他在2016年以3.5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这个州 如今他有望在2024年以更大的优势赢得亚利桑那 可能在4-5个百分点之间 因此亚利桑那将是倾向共和党的 最后一个倾向共和党的州是内华达 这个州自2004年以来 共和党一直未能拿下 川普在2016年和2020年都已相同的2.4个百分点的差距失利 内华达正在向右转移 共和党在2022年赢得了州长选举 尽管竞争激烈 周伦伯尔都还是成功击败了现任州长Steve Sicily 在参议员选举中 现任参议员Catherine Cortez-Masdol 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优势险胜 内华达显然竞争非常激烈 但目前民调显示川普领先0.7个百分点 因此这个州将是20年来首次到向共和党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剩余的州 目前情况已经相当明朗 哈里斯将赢得华盛顿和俄勒高 但他只能以倾向蓝色的优势获胜 这两个州不像加州那么自由 他还将赢得夏威夷以及内布拉斯加的第二选区 不过也只是以微弱优势取胜 同时剩余的州将以至少15个百分点的差距投票给川普 包括阿拉斯加 犹他 怀尔明 爱达河 蒙大拿 北达科他 南达科他 内布拉斯加的其余部分 坦萨斯和俄克拉和马 这将使川普获得335张选举人票 而哈里斯仅有200元3张 在川普的自家情况下 他将横扫7个战场州 并迎格自1972年以来共和党从未迎格的明明苏达 以及自2008年以来一直投票给民主党的弗吉尼亚 这将是川普的一场历史性胜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